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同样直播 您上YouTube打98新闻台 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我们今天直播现场 广播的现场来到了是上流哥 上流哥呢再次出了本书 这一次是教大家投资 上次是主要教大家理财 这个理财投资两部曲 要先学会理财 后面才有这个低桶金 可以去多投资 那这本书呢 是Smart致富所出的 叫上流哥 这个年头资产配置有点难 这个书名也真的有趣 这等一下来请教上流哥 说为什么要取这样的书名 那当然不只是资产配置有点难 最近股市也让他感觉有点难 这个股市全世界似乎都在走一个短中空形态 那这个短中空形态会不会变成是长空格局 变成熊市 现在没有人敢知道敢讲 但是重点呢 大家都感觉现在投资真的有点难 这个蛮符合这个书名 这个书名也真的切到这个timing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假期间请到上流哥来跟我们讲说呢 在这时候到底该怎么投资 上流哥你好 哇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哇这个上流哥你这本书也是很厚呢 这个也是应该写的花了很多时间吧 我第一本书写了12万字 这本写了17万字 那17万字我觉得他还要删掉一些 没有 其实出版社没有拗我删东西 我本来说 这么厚要不要出两本 对 两本书 结果没有 两本书我跟你讲很难卖啦 因为两本书你要卖到600块哦 这个六七百块很难卖啊 而且你看上一本12万字那个价格 对 这本是多了50%的字这个价格 一模一样 价格没变 而且图表更多更产生 OK好 那这个叫上流哥资产配置有点难 你已经告诉大家 这个资产配置有点难了嘛 主要是因为现在目前的宏观环境吗 其实我第一本书跟第二本书的主轴差不多 只是第一本书比较偏理财啊 消费观人生观那一块在讲 这本书才真的进入投资 那这本书讲投资嘛 那所以我会把股市房市 债市什么金融商品都讲一轮 讲一轮之后就会跟你讲 每个现在都不能买 那你知道要配置不就有点难吗 以前很简单 说真的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 你只要无脑的 被动配置50%股票58债券 就OK了 平衡式投资 对 但是现在不行 这里面跟你讲 现在债券都实质利率 实质利率就是明目利率 比如说美债现在1%多 问题要通膨5%耶 那你不是净贝拉吃3%多 对 你台湾可能还比较好 台湾利率可能0.8嘛 通膨2% 还吃比较少一点 对 所以我就想说你买美国 放美元还不如放台币了 为什么台币很强 可能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台币实质相对正利率比较多 OK 那还有一部分是 那如果说叫你都不买好像也不太对啊 因为你放现金现在通膨率可能真的要飙上来 那因为你刚刚讲实质利率放现金更亏啊 放现金有个好处是 现金无论如何不会跌价 但是会有通膨风险 对 所以 我也不是说永远叫你放现金啦 我如果股票崩盘房市崩盘 我就叫你再回去买股票 我们我们现金就是一个储备 储备 先放着 如果真的很衰很衰 你真的要10年都没有看到股票跌 那只能10年放现金 那真的只能认命 因为历史上没见过被你遇到了 好 尚尔哥你 你这本书把各种商品都先介绍一轮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最后就告诉大家说呢 要做资产配置 但是你又告诉大家资产配置有点难 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有点难 好啦 我一开始就先请教你了 如果 现在目前资产配置有点难的话 你给大家的资产配置组合是什么 等会我们再讲说原因是什么 一开始先告诉大家答案 直接讲答案 对啊 直接切入到 没错就直接切入了 这个放假期间我们就不要拖泥带水了 比较懂我的粉丝大概都会知道 我现在大概是股票25% OK 黄金15% 其他60%就百现金了 哇那现金比重很高耶 最主要就是你觉得现在东西都很贵 所以呢 对我就宁愿先不买 要先储备就对了 我要保本 好 你说如果让通膨侵蚀掉 我说真的也不认 你想想看现在通膨假设2%多 对 那你放定存0.8% 你一年被轻 以台币来讲你一年被轻失1%多 对 可是你如果买股票不小心给你跌个50-80% 你这个是几年通膨还可以抵回来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说那没办法 我们就只好 我们现在几乎两难啊 二选一 风险资产后面有报酬率 风险超高 有随时可能对折 现金没有报酬率 但是保本啊 那我们只好二选一只要多选一点这个 那至少你还有放25%的股票嘛 那讲一下这个25%的股票要放哪 哪一些 哪一些种类的股票 虽然我很看空市场 主要是因为市场评价真的太贵了 几乎大概历史最贵啦 那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持有部分在 这些风险股票上面 因为你不能猜高点 转折点你猜不到 比如说 搞不好三年四年前就觉得股市评价已经在历史高 历史高点哦 没有 比如说Shuler P的历史高点是25 对 现在在快40哎 对 你根本就想不到他可以从历史 这个已经历史高点是这样 他在这里了 他就涨到最高点 所以你既然无法拆高点 你always要有部分的持股 没错 所以 这次为什么那25%有来 然后还有一点是 怕你眼红啦 眼红之后空手的人有时候会做傻事 有没有 没错 就一直都不买 结果哎 这个我遇过啊 那个之前2015年吧 上证好像从2000涨到5000嘛 没错 我有个朋友就2000没买3000没买 就最后5000冲进去买了 就套在最高点 对 就是说某个程度有点那个 阿Q理论的东西啊 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持有一些 你涨上去 跌下来 你心情比较不会受影响 好 就大家都在吃这个好吃的滷肉饭 好歹我也要去卡一碗就对了 对啊 你这人家吃牛排 但是你还是有一小块牛排可以吃 好 对那25%什么样的股票适合呢 我其实都不建议大家自己去选股啦 像去 那就ETF吗 可能两年前问我说什么纯股 我那时候就说纯金融股是不行的 纯股也是不行的 你看现在大力光这个股价 你看不会有人跟你讲纯股啦 某个程度是纯绪偏差啦 你看有人之前说真的很热 比如说中刚纯股股 对 那个慕华哥的老经验一定都知道 中刚好久一阵子没有人在说他存股 对不对 因为后面 第四季涨上来又有人讲了 那是涨上来的东西才有人讲他存股啊 你看红海 红海多久没有人讲 也有好一阵子没有人讲 然后大力光 你看有人多少要说长期投资好公司 结果呢 大力光你买到5000 我看台股100党可能有90党 报酬率比他还好 这三年 大力光从5000掉到2000 其他股票大概涨一倍两倍啦 所以你看 选股其实比散户想多都还难 所以我建议买市场指数就好 好 那指数你建议什么呢 如果是指数型的ETF 很多人台股都买台湾50跟56啦高股息啦 我是推00850啦 他是台湾元大的台湾ESG OK 因为两个原因 因为他台积线比重控制在30 比较贴近大盘的30嘛 大盘的台积线比重就是30 你台湾50的台积线比重超过50啦 对 意思是你某个程度上 你在主动重压台积线 没错 反而不是市场指数 这个叫偏离市场指数 虽然都叫市场指数啦 但是相对而言 850是比较贴近市场指数 然后850的持股比较多 对 台湾50只有50党 850有60到80党 嗯嗯嗯嗯 不是又更分散吗 当然他有ESG有挑 剔除他自己觉得不符合环保什么的 但是我看过此股啦 大部分会很贴加权指数了 好 所以00850是你建议的 这个台湾的 以指数型的ETF来讲 但是其实那个是台股的部分了 其实你真的要比较被动的话 你应该去买全球指数 OK 那叫VT OK 那而且比如说现在中国股市回檔比较多 我反而觉得我比较看好中国未来10到20年的发展 我觉得你现在如果手上完全没有中国的资产 你应该开始不趁这个点布局一点中国资产 OK 所以应该也要开始买一点中国的ETF 对 因为A股的本益比非常的低嘛 对 大陆股市的大股票啦 你说他创业版其实本益比有时候也很离谱 但是他大股票其实一直以来本益比都不高 你会以为新市场PE都高 没有 好 那所以上流哥建议大家25% 这个股票的话可以 这个做一些 指数型的ETF的配置 那这个15%放黄金 你会用什么样的这个理由来跟我们解释呢 为什么要15%放黄金呢 其实黄金虽然可以保值 可以保存你的购买力 意思是我们逻辑上来讲啦 我们黄金的目的就是 比如假如说你今天买这么多黄金 假设几公克的黄金 你可以这几公克黄金让你吃10碗牛肉面 我们可以确保20年后你用这几公克的黄金 也可以吃10碗牛肉面 你都不用管那牛肉面到底多少钱 你从100涨到300 500你都可以吃10碗 就他跟随了通膨走 对我们假定这个逻辑是这样 所以购买力不变嘛 所以我为了要抗通膨的话 我们需要买黄金 但是因为黄金本身 它是commodity 它是商品 它波动其实很大 有时候也是莫名其妙 你以为什么升息它就跌降息它就涨 还不一定是你一面 而且它有时候一个波段就一直涨 涨很恐怖 你真的以为抗通膨的就只有你赚了300 500吧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还有资本利得的部分 也是有 但是我们买黄金的目的不是让你trading就赚价差 我们真的就是买来要抵抗 做自然配置 抵抗你那个购买力被吃掉嘛 然后而且我看啊 我以前也不喜欢买黄金 因为巴菲特的那一派而已 黄金不知习啊没有配习啊 也不会升小黄金出来 但是黄金目前是我看到所有资产里面 真的相对价格比较合理的 好 所以还是回到就是说评价的问题 对评价还是很重要 我真的选黄金 还是因为它评价 你说黄金现在三千五千 我搞不好又不会为了说抗通膨胀 你现在去追三千五千黄金了 真的 所以上流哥觉得这个全世界股市 这个评价都过高 也就是代表股票都贵了 而且是很贵 历史的贵 那另外房产也是一样历史的贵 那债券更不要讲了这个超级历史贵 因为债券殖利率是这个历史的相对低点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他给我们 所谓25%股票的配置 60%现金的配置 以及15%黄金的配置 那这个部分呢提供朋友参考 等一下我们回来啊 又从这个整个 历史观的部分 来听听看上流哥的看法 为什么他觉得现在这些资产都这么贵 我们从这个 整个投资时间的长河来看 我们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请到了投资界 有很多这个投资琢磨 而且研究很深入的上流哥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再次来到来谈他的新书 同时告诉大家呢 他对于现在目前最新的 这个全世界投资的看法 这个不单单只有台股 这个宏观的整个投资的 他的想法是什么 那主要原因就是我们 也要借由这本书 上流哥的新书 这个年头啊 投资配置有点难 这个开始来告诉大家 这本书是史玛智富所出的 那上流哥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篇章特别有趣 这个叫做回顾泡沫历史 这个各位看到这个第四篇 这一般这个理财书上 投资书上很少会写到这一个部分 叫什么叫做回顾泡沫历史 另外呢第八章正好这个 呼应了叫做现在的世界 就让你回顾这个历史 这个过去人类投资史上的一些事情 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目前的环境 可以让你做一个前后的对照 那所以我们这个时 这个我们节目这一段 我们就来谈这两篇 然后来谈一下这个上流哥 回顾这个泡沫历史来佐证他刚刚讲说 现在目前呢 他的配置上面 这么保守的一个配置 最主要就是说 他看过很多这个投资上面的泡沫 这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听众朋友 大家都要警惕 我知道你是差不多两千年开始进入不到金融市场 对不对 其实上流哥之前在一家投信担任过经营经理人 他这个在投资界上面可以讲说他从 从这个学生时代就一路的这个到专业投资机构里面 那你两千年进到金融市场 那时候正好是科技泡沫崩盘的时候 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才大学 我算是那个年代比较少接触投资理财 那个时候 好像而且我一开始碰到股票 我有个想法 因为我小时候是1990年 那时候有涨到台股一万两千多点 我第一开始觉得股票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把股票当赌博你知道吗 可是等到我大二大三看到投资理财的书记 那是黄培苑那什么 理财圣经很有名啊 我那时候才真正接触到投资 OK 然后那时候真的投资多美好 真的我本来以为我就是大概可能工作到60岁65岁 然后稳定存了一点点前退休 我才想说看了投资理财之后的东西说 蛤我还有办法靠投资理财提早退休 找一点财富自由 对 当然现在已经有点小小证明一点 可能误打误葬 你是客气了 但是你想想看我在2000年你要知道1980到2000年 每股那个是每年平均复合报酬率15% 这历史上都很少见到可以这么长期得到这么高报酬率 结果2000年进去马上遇到2000年大崩盘 你知道那个网路股崩盘 比起去年这个疫情崩盘 完全不能比了啦 对 那是跌三年那是达科跌掉80%的 对 所以你想想看 我在想好 那很多观众也会跟我也许遇到一模一样的事情 我在2000年进入市场 你们在2020年进入市场 会不会后面又遇到三年五年大空投 这是很有可能啊 而且这个从历史资料去看 你只要过去几年投资报酬率越高 其实就可以回推说你未来的期望报酬率是越低的 这个完全用历史资料去推 你可以说 但是很多人又跟我说这次不一样嘛 对 因为这次利率很低啊 所以这次不一样啊 所以永远评价会在高点嘛 而且这个QE是无限的 但是这个会遇到一个大问题 现在问题已经来了 那就是通膨 如果通膨一直没出现 央行要怎么摆浪 要怎么宽松 要怎么发钱 可能都没事 但是通膨出现了 假设通膨5%或5%以上 或严重通膨的时候 央行不可能 还继续放钱 那通膨会喷出耶 那 其实通膨 控制 才是央行最重要的功能 只是 只是现在央行都摆烂 给它放掉了 现在央行最重要的功能是 互盘股市 这完全 这个功能没有写进去 它那个 中指里面 但是现在 只要股市跌下去 它就要互盘 不是你的功能啊 控制通膨 维持物价稳定 而且甚至经济成长都不是央行要负责的 你知道吗 只是现在央行可能 讲不好听一点 可能是被什么有钱人控制了 所以你看贫富差距扩大 它也不理你啊 如果相对于 让有钱人变有钱 然后就贫富差距扩大 我觉得反而应该要让 让我们这些大部分 比较平民的人 提升生活品质 才是应该是一个政府的目标 如果 通膨这边上来 它就没有办法像前十年一样想怎么放水怎么放水 它会有很大的压力要升息 美国的通膨已经超过5%了 啊 所以现在 那个费都跟你讲说 啊就是但暂时性的啊 就是先糊弄你一阵子吧 嗯 不然没有理由啊 但也糊弄不久了啊 年底 要延到明年夏天 要延到明年夏天 就是说好像也没那么暂时 比我们之前想的暂时再 再拉长一点 对 可是你想想看 现在实际住行遇遇了全部涨价 嗯 我觉得这通膨可能不得了 然后你再往 往比较深层因子看 嗯 我觉得最终最终 还是去年到现在 美国连续发了三四钱了嘛 对 这个 也是很大造成会通膨的一个原因 因为经济学基本原理嘛 太多的钱追逐太少的商品 嗯 最后就是物价上涨 嗯 而且问题还很大 是因为 我们这十年的人都没遇过空头 大空头 我们这四十 这三十年的人都没有遇过通膨跟自 嗯 那个1970年代那个严重通膨的情况 嗯 木华哥应该知道 欸那个时候你存个定存10%8%的 对 但是定存那个时候通膨也很严重啊 1970年代 那是因为两次石油危机嘛 对啊 对 对 当然你每一次的事件都有那个不同的总体因子 不能完全比对 对啊 但是 但是某程度而言就是 你看现在如果通膨起来 大家很多 市场很多人是不知道怎么因应通膨了 是 完全没有经验啊 那个1970那个 美国脱钩金本位之后 涨最多就是黄金 嗯 所以这也支持了你说15%要放到黄金 而且通膨的那个年代 其实股票百分比是往下掉的哦 嗯 你想想看你定存说10% 我冒险买的股票 赚10% 是什么 没错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呃 无风险报酬的观念嘛 所以 这个是不是历史上都演过一次给你看 我跟你讲 历史一定会重演 历史 为什么会重演 人性都一样 人性的贪婪恐惧 都是永远存在你的动物性 嗯 所以历史永远重演 那 之前大家都说这次不一样嘛 每次 投资 风险最高的一句话 就是这次不一样 大家都说这次不一样 最后 崩盘都是一样 这最后都会 这次都还是一样 嗯 只要资产价格 评价过高 最后就是崩盘 嗯 好 那这个 所以 回顾这个泡沫历史 可以让我们更警惕当下了 对不对 这个当下 其实 确实这个 各个资产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只是说呢 就也如上流哥所讲的 到底高会高到什么地步 没有人知道嘛 这个天花板到底在哪里 你说喜乐本益比25倍的时候 已经很高了 但是他现在还要40倍啊 对不对 那也许后面来到45倍也不夸张啊 只是说 他终究会有一个 这个天花板最上限 到最后呢 他还是要泡沫化 好 那这样状况之下呢 就回到这个大家常讲的这个股债配置上面的债券 那问题是债券这个 现在目前的价格也很高 值率很低 你在这本书上面呢 也特别要教大家去认识债券这个工具 这也是蛮特殊在你这本书上的特点 因为一般的这个投资书上很少去琢磨债券 因为债券是比较有专业投资的部分 那你在这个书上的债券的部分 你要教大家什么呢 像债券大家可能就搞不清楚债券利率跟债券值利率这种东西 对对 比如说一档债券100块每年配息2块钱值率 债券利率是2% 但是它价格会变动导致我们会算出另外一个值率的观念 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很简单的利率跟值率就很多没搞懂 然后还有一点是 对 明目利率跟实质值利率 你现在你刚刚得到那个利率 值利率其实是明目的值利率 是 你还要再考量通膨 对 像现在美债是1.6了 我们最近又噴上去 我们今天节目大概是在1.6左右 对 他十年载这十年载 最近又往上冲 我觉得这一波上去可能我不知道冲到哪里去 很恐怖 因为3%掉下来了嘛 对 0.5到1.5 那个美债十年载已经跌掉30%了 所以公债这部分没有信用风险 但是它有利率风险 当利率从1%涨到2%3% 你这个公债跌法会比你股票跌得还惨 那你就一定不会吗 我觉得是有这个风险在 因为假设FED被迫紧缩 甚至升息 你这个你就不知道十年载会走升到哪里去了 当然也有可能跟以前一样 啊景气又往下掉 景气又不好 那个通膨又下降 那它又宽松 也许直律就往下掉 所以 其实后面波动方向都有可能很大 然后你说一定往哪个走 我没有办法保证 但是我要跟你讲 风险很高 第二个 除了公债以外 另外大类的债券是高收益债 没错 高收益债可能是企业债 或者是那种低品质企业债 就变成高收益债 那那部分的话就变成 它利率比较高 可能美国高收益债好像还有到4%的利率的值利率的左右 但是它利率风险比较低啊 比如说公债这样0.5涨到1.5就跌很多嘛 它可能跌比较少 但是它会有信用风险 它会违约啊 比如说之前航空业 美国航空业忽然遇到疫情 那个真的连债券都可能付不出来 好 不过这个美国公债啊 现在也有这个所谓的信用风险了 因为到底这个局势上去后面过 对不对 现在很难讲 就像你所讲的 这个世界 没事情现在可以说得准的 所以为什么资产配置有点难 好那上游哥今天在廉价期间 给大家这个投资的思维啊 提供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参考 非常谢谢上游哥 好 谢谢母猴哥 谢谢各位观众